Odia Jungle Odia Jungle 优秀标准是20分钟,它跑18分20秒,三四百米度海登岛障碍,优秀标准是2分50秒,它是2分27秒,四五千米是B8涌,优秀标准是3小时,它是2小时10分钟,五战术基础动作,优秀标准是26秒,它是13秒76有限专业,盘登固定优秀是1分钟,它是31秒,七单兵战术综合作业9个障碍 优秀17分半,它11分30秒,据当时训练标准这些成绩,够不够量,牛不牛,从入伍算起,它几乎年年或立功或受奖,那么,它为何这么优秀? 今天,就带你认识一下这位军中牛人,田应当进行障碍训练,一,当兵第四年,他一年两立三等宫田,应当在连队荣誉是学传统,1986年11月出生的田应当,是湖南原陵人,2004年12月,他入伍来到原第31集团军摩布某式炮兵团, 出入军营的三年,田应当的训练成绩,虽然在全联名列前茅,但一直在第二和第三徘徊,直到第四年,他终于一名惊人,2008年3月,他所在单位组织军体运动会,田应当一次报了七个项目,看着报名表,老兵们私底下笑他,个不高,胃口不小,他却憋足了近备战, 开赛第一个项目,是一千米背沙带跑,随着啪的一声枪响,田应当向拉满弓的剑飞了出去,一路领先过终点,第一,应当,你是好样的,随后,他像疯了一样,连续夺得五个项目第一名,军体运动会结束后,全联官兵像迎接功臣一样,把他从比武场抬了回来,一战成名的他没过多久,就接到了立功喜高,2008年6月, 为了参加团通信专业比尖子比武,他背着八十斤重的沙袋练耐力,每周不少于两次,为练收放线技能,他把线挂在晒衣场,练习手法,并让班里战友帮忙提线,练习收线,最终在比武中,他在夺第一名,容力三等功,二当兵第五年,他又是一年两力三等功,2009年6月,田应当参加时通信尖子比武, 他在一次刷新成绩,有限专业,攀登固定31秒,收放线3分32秒,单兵技术综合作业九个障碍11分30秒,一举得全师第一名,容力三等功,2009年8月,他参加团滨海训练 和立功奖章,三,当兵第五年,以立四个三等功的他,终于提干,田应当就像一面极致,走到哪里就把榜样数在哪里,当时的指导员这样评价他,不仅在哪里,他都模范表帅作用明显,一心扑在工作上,带出一批又一批优秀人才,虽然错过了两次提干机会,但始终毫无怨言, 最终在第五年,他被保送入学,成功提干,田应当左足之战被拉动,四,提干后,他又先后三次容力三等功,2012年3月,他参加团干部组入五科目,尖字比武,以绝对优势取得第一名,容力三等功,2013年7月,他参加团干部组滨海训练,尖字比武,取得第一名,容力三等功,2015年7月,参加团干部组, 参加团干部组滨海训练尖字比武,取得第一名,容力三等功,田应当在训练,五,他还带领班排三次级集体三等功当兵第二年,因班长岗位空缺,他被迫隔提升为班长,尽管资历前,但是,他军事素质响当当,全联官兵心服口服,2008年11月,略队参加某重大演习,他带领全班担任前方侦察任务,不仅成功传回百余体, 一条情报,还捣毁了蓝军几十个据点,圆满完成了任务,所在班北纪集体三等功,2011年11月,他带领连队友线排参加元南京军区,和广州军区联合组织的炮,兵群演习,他带领七个人利用一个晚上时间,通宵架设12公里的通信线路,确保观察所到火炮阵地的通信畅通,所在班北纪集体三等功,2012年11月, 他带领连队友线,排参加某新装备时代设计演练,因表现出色,所在排北纪集体三等功,田英当左二组织判定方位课目训练, 六,他先后到两个后进连队任主官,全都是一年打了翻身仗,2016年7月,田英当所在部队赴江西鄱阳抗洪, 他留下了这张照片,2016年初,他被派到七年为获得先进的某汽车连任指导员时,田英当压力山大,但经过摸索,他很快找到抓捷办法, 他发挥全联党员的优势,借两学一做实践活动的契机,让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充分发挥出来,带动全联官兵创先争优, 作为连队党支部书记,他立起标准,每周组织两次武功力测试,并成立体能补插组,亲自当组长,最后,连队在团建制联考核中取得第三名,年底,连队在考核中总评第一,一举摘掉了后进的帽子,被评为军事训练一级单位,田英当在训练中认真师范教学, 2017年5月,刚刚从某团转立到旅里的田英当,被调整到8年没有获得任何荣誉的旅指挥通信连担任连长,刚到连队,他就要求全联进行训练考勤,给每位官兵建立训练档案,并每周表彰训练间准,7个月后,连队迎来旅年中考核,结果,各项成绩都很突出,被旅评为基层建设先进连队, 田英当虚心学专业,刻苦训练,田英当在拔河比赛中指挥官兵战胜对手,7、7次立功,背后是超越常人的付出30多岁的人了,还跟个小孩一样,对田英当来说,破皮流血是家常便饭,但妻子却不能理解,每次来对他都会多带几何窗壳贴, 当他给丈夫贴上时,总会心疼的流下眼泪,但田英当却笑着说,不拼,还当兵干啥,田英当又和战友一起开展抗台救援工作,一次暴雨倾盆,连接旅队与集团军的通信线路出了故障,田英当下打起用备用线路指令后,带队前去群线,仅用了五个小时就抢修好了,战友们都说, 这个脸长不一般,跟着他干全身都有劲,训练间戏,田英当与战友一起娱乐,由于常年训练,田英当身上的伤不少,最近的一次集团军营连主观比武,他再一次证明了自己的实力,夺得冠军,但是走下比武场的他,双手一打开大家就惊呆了,手心磨掉了好几块皮,血淋淋的,让人看着心疼不已, 田英当在训练中,田英当参加集团军营连主观比武,比武结束后,田英当那双受伤的手,这么多年,不管付出再多,他始终不较一身苦,从战士到干部,从排长到连长,他总是带领官兵直面挑战,昂扬进击,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辉煌, 田英当,好样的,来源人民前线作者李宝,彭凤,姚,方小志图片张腾,番晓明,廖一杰,刊期,2018-07367本期编审,钱小虎值班编辑,韩成李华 芥我开心的事,这次行的事,这次行的事资本不能有请的事,